好 遇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了 那明天的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阿巴斯 阿巴斯請說 不管晴天雨天 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時間 我是阿巴斯 今天我們受到東北風跟譚美颱風 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我們的北部跟宜蘭 雨都還是一陣一陣的在下 而相信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這個譚美颱風到底會不會來呢 我們趕快帶大家從路徑圖上來看了 這兩天因為沒有明顯的導引氣流 所以這個譚美颱風 它移動的速度是變慢了 呈現了一個近乎滯流的狀況 而目前它是位在我們的鵝鑾鼻 比東方大約是870公里的海面上 它用相當緩慢的速度 朝著北北東的方向來前進 預估到了明天早上8點 它才會來到鵝鑾鼻 東方大約是840公里的海面上 這移動的速度跟走路的速度 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過就目前的資料來看 這個譚美颱風預估在禮拜五 禮拜六左右 就會開始在台灣的東部外海北轉 朝著日本的方向來前進 所以可以說是直接影響我們的機會並不高 但是這個間接的影響就免不了了 譚美颱風會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再帶你從衛星雲土上來看 從衛星雲土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譚美颱風 它因為滯流的關係 所以它的強度呢 已經從強烈颱風減弱為中度颱風了 目前這個譚美颱風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颱風 也其實是變得比較大了一些 但是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呢 目前仍然是有250公里的 靜中心最大風速是每小時162公里 雖然說它的強度是減弱了 不過呢 它其實整個環流的結構呢 看起來大致上都還算是完整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它未來移動到 適合它發展的海域的時候 它的強度都還是有可能會再增強的 而我們剛剛說了 直接影響的機會目前看起來是不高 但是間接影響免不了 今天呢 在我們的東部外海呢 這個浮標啊 它就偵測到了長浪的現象 在我們台東的外海 浪高甚至是超過了5公尺 這幾天 沿海都還是會有長浪發生的 而且風勢也會比較強一些 所以前往海邊活動的時候要注意安全 而這兩天除了潭北颱風之外 還有影響我們的另外一個天氣的系統 就是東北風 這個東北風呢 碰上了颱風的外圍環流 剛好把水氣給帶進來 所以在我們的北部宜蘭 降雨的情況會越來越明顯 天氣也會越來越不穩定 降雨量會增加 降雨間的空檔也會縮短 天氣持續的是濕涼的 而在中南部地區 雖然說溫度感受上還是有一點點的熱 但是午後雷震雨降雨的機會也會增加 至於各雲商地區的天氣資訊 帶你來看溫妮整理的山海氣象 首先帶你來到台東 來雨24到30度會有短暫雨 泰馬里 金鳳大午跟達人 也都是有雨的天氣 高溫來到31度 延平台東市跟北南高溫31度 降雨距離30到40% 海端池上觀山陸野高溫會來到31度 東海岸的橋邊成功東河 也是會有短暫雨的情況 高溫來到32度 花蓮瑞水玉璃 酌溪富里高溫會來到31度 也都是容易會有雨的天氣 溫容鳳林光復跟豐冰 降雨機率30%到50 朝晚比較涼一些 花蓮市吉安跟壽豐 高溫會來到32度 泰魯閣族園居多的秀林跟新城 高溫會來到31度 宜蘭大同跟南澳 高溫會來到30度左右 降雨機率偏高 貧農獅子木丹跟滿洲 高溫會來到32度 獅子的降雨機率比較高一些 泰魯拉伊跟春日 高溫會來到32度 舞台三地門跟馬加高溫32度 降雨機率60%到80% 桃園納馬下跟茂林 高溫會來到31度 嘉義阿里山11到28度 降雨機率60% 南投仁愛 雨池水里跟新衣高溫會來到30度 台中和平15到29度 有陽光露臉的天氣 苗栗南庄師潭跟泰安高溫會來到29度 新竹關西街 跟午風也是降雨的天氣形態 高溫會來到28度 桃園復興16到25度 新北市的烏來19到26度 都是10兩的天氣 台北颱風外圍環流 對我們的影響預估會持續到這個週末 北部東半部的觀眾朋友 這幾天出門要記得攜帶雨去備用了 而台美颱風的路徑 受到太平洋高壓強度的影響 所以未來它怎麼走 其實都還是有變數的 也是氣象團隊也會持續為您關注 它的最新動態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氣預報